各位主持人,你可别想看今天场上的队长的小家伙,他们可都受过专门训练深安全机秘诀。 我是红队重量级拳王魏冕冠军小劳斯。 挑战者蓝队费尔丹举手向到场的观众之一。 今天的裁判员是朝鲜的功勋演员蓝承秀。 大家都知道,拳击运动看似简单,其实它具有很强的科学性。 拳击对拳击运动员来说是一项心情相当复杂的体育运动。 这时候比赛之前,裁判员要检查一下两位选手的服装手套等等是否合乎比赛的要求。 选手现在正在接受检查。 行,还算合格,准备的比较充分。 第一个回合的比赛开始了。 拖! 同队的小劳斯的上勾拳好厉害。 蓝队费尔丹也不示弱,用左右直拳回击对方。 小劳斯进攻秀猛,左右勾拳混合连击呀。 聪明的蓝队费尔丹摆了个强攻架势。 小劳斯的防卫战术确实是高人一筹。 用闪身法躲过了一记重拳。 费尔丹这记斜勾拳也够厉害的。 小劳斯这次用低头发躲过了狠狠的一击。 大家看蓝队费尔丹后院闪法功夫是多么的到家呀。 好,第一个回合的比赛结束。 现在双方的教练员正在给他们面手机翼总结经验,一力再战。 请朋友们一会注意两位拳王的步伐, 就知道他们的功底有多么扎实了。 两脚左右间距大约30厘米, 比他们的双肩稍窄一点。 两脚前后步距与他们脚的长度相同。 好, 第二个回合的比赛开始了。 哦, 小劳斯出拳有误, 裁判员对他提出了警告。 场上的比赛继续进行。 哇, 小劳斯一个反复这手好厉害, 这叫什么拳? 看得出来, 小劳斯今天他非常的得意, 他的教练对他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。 小劳斯坐在那儿喝点水降降温凉快凉快, 教练给他扇着分, 美。 蓝队菲尔丹干什么呢? 教练给他涂药呢? 面颊这全伤可不轻啊。 两位拳王今天都没带护齿, 捡了一道程序。 比赛又开始了。 哦, 小劳斯怎么回事? 起得来吗? 二, 三, 四。 没事。 比赛继续进行, 双方打得勇猛难解难分。 时间到, 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。 两位拳王向对方的教练员裁判员致意, 以示友好。 菲尔丹今天心里挺别扭, 我伙儿啊, 心想小劳斯那拳今天是怎么打的, 瞧他在场上又蹦又跳不屑一顾的样子, 太欺人了。 生气, 不理他。 小劳斯乐的。 菲尔丹看着裁判有气, 你裁判不对啊, 偏心眼啊你, 抬起队来, 踹了裁判一脚, 还要出书场外和裁判论个究竟。 被他的教练劝住了, 行了行了, 菲尔丹别生气了, 咱们还有机会, 菲尔丹心想对啊, 下次再拉斯维加斯给你决一雌雄。